第1564集 天降横财 混乱平息 秩序恢复的同时 所有人也就恢复到正常的思路眼光 几乎所有人 无论是交易厂的工作人员 还是之前没来得及离开的客人 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 楚洋带着虎哥 胸啾啾气昂昂的走了过来 这幅画面无可争议的 一瞬间就引起了另一片轰动 我靠 这这这什么情况啊 啊 我没看错吧 这居然是 真些是无语了 居然是那头垃圾零售 不野兽 今天卖出去了 就连野兽居然有人买啊 买了干什么啊 杀了吃肉啊 怪事天天有啊 哪有今天怪啊 真笑死我了 天下是无奇不有啊 今天可是又看到奇怪的了 不 应该是传奇啊 的确是传奇 居然有人肯把钱花在这头野兽身上 简直是败家无上限 顽固无极限 白痴没底线呢 哟 我说这谁呢 谁这么牛逼啊 原来是真大财主啊 嘿 也是啊 除了他这位真有才 谁能这么有才啊 慧眼石英才啊 哼 应该是 慧眼石灵兽 是野兽 哈哈哈哈 一片阴阳怪气 一片嘲讽声中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 胡说啊 人家那什么眼力啊 肯定是慧眼石灵兽 这回一点意外都没了 我估计啊 真大财主 很有可能是想用这头超级灵兽去翻本啊 天降横财啊 天降横财于一人 不取者乃是唯你天意 天书岂可为啊 我今儿准备钱去 今儿可得好好的弄上一铺子 对啊 哥哥 天赐良机啊 我也去 我也去 不得不说 楚阳化身的真有才 在这段时间里 已经成了紫霞城的新贵名人 至于如此巨富之人 来历全然不明之说 在九重天阙 舞者们东飘西荡 闯荡江湖 来历不明的人多了去了 昙花一现之后也就消失 没人会真正在意 有道是 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 再说了 这个真有才 还是很有钱的 有钱不稀罕 最关键的是 他还很能输 这种人傻钱多 有钱给大家使的尽头 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楚阳带着虎哥一路走出来 一道家道欢迎 某人一脸黑线 偏偏还要强自克制 不要被人看出来 实实在在的悲剧啊 妈的 老子现在真的这么出名啊 不就是连续输了七八晚上钱吗 怎么就这么如雷贯耳呢 都是一帮穷鬼 半辈子没见过钱啊 楚御座撇撇嘴 很有些不屑的昂首挺胸走了出去 后面无数的聪明人都开始在心里头打着如意小算盘 我是不是也买头零售进去零售博弈厂呢 去跟这个人傻钱多的真有才斗上一场 那钱那根本就等于是大风刮来的 立刻有人就将这个想法付诸了行动 一人动众人跟 一瞬间 零售交易厂火爆之急 甚至许多积压许久的垃圾零售也在今天销售一空 再垃圾的零售 跟真有才那头野兽斗 也是实诚的把握呀 事后统计 今天的零售交易厂 营业额数十倍于往日 真不知道 今日是零售交易厂的大灾难日 又或者是大幸运日 还是大奇迹日了 走出交易厂 楚阳正打算回去 突然间一声冷笑 一个声音道 嘿嘿 就是这小子 给本上院拦住他 呼啦一声 对面围上了一群人来 楚阳恶然以对 我这得罪谁了我 不能吧 我出来此地 认识的人家起来貌似也不够实感 在男人堂的时候 要么没生意 要么就是在救人 赌场里头我只有输的份 今天才第一次出来消费呀 怎么就有事找上我呢 难道这九冲天阙 真的跟我相克 处处不顺吗 人群一分 几个少男少女 一马当先走出来 满脸都是跋扈骄横的样子 居中一个得意的笑着 嘿嘿 小子 你没想到吧 山水有相逢 咱们可是又相逢了 你之前不是挺横的吗 挺能吼的吗 你再吼一个我看看 楚阳瞬间明白 原来就是刚才在里面挑选灵兽的 那几个少男少女 刚才被楚阳贯注修为 大吼一声 五六个人同时吓得心惊胆战 狼狈逃走 这会儿 这是回来找场子的 嘿 这回啊 朕又才只怕什么麻烦了 钱再多 也没法同事里头啊 紫霞城金家 吴家 李家 三大家族 他居然依次性 将其中最顽固的人 都惹了一遍 而且还加上了女的 就是啊 这三个家伙可不好惹 围观的众人纷纷议论 楚阳一丝不漏 尽说得清静耳中 一时间 不仅有些踢小皆非 就为了吼你一句 至于摆下这么大阵仗 这么大张旗鼓来找场子 楚阳哼了一声 怎么 老子吼你们是看得起你们 你们还不乐意了 难道非要输给我一大笔钱 才干罢休啊 这句话明显就是楚阳断章取义 生生的将找麻烦的人 偷换了概念 扭曲了方向 顽固不可怕 就怕顽固有文化 而眼前这些人 一眼就能看得通透 肯定是一点气都不吃那种 毫无涵养 性情急躁 楚阳又绝对把握 三两句话 就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至于杀掉 楚阳还是舍不得的 因为眼前这些 可都是裁员来着 滚滚裁员呢 剧中的金盛新残酷的一笑 输给你钱 你在那做什么梦呢 看本少爷不活 拆了你丫头 在他身后 一位舞者小声地提醒 五公子 这个人就是那个散财财主 真有财 这段时间可是输了不少钱的 不下于千万之据 但全面不改色 许多人都猜测 他呀很有可能 是某个大财阀的年轻红子 现在很多人都以跟他赌零售为目标 能够跟他对赌 就等于是天降横财呀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畅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sendw.cxp8.com 啊 竟然是他 金盛新顿时就雾光一亮 虽然自身也属顽固一流 但是真有财队等超级顽固的大名 却不可不知 那可是个远远比自己还会败家的家伙 所以金盛新一瞬间就改变了主意 任何人也不会嫌弃凭空掉下的横财啊 随后跟身边几个人低声耳语几句 就见到其他两人忙不迭的兴奋点头 脸上都露出那种天官赐福的猥琐表情 很显然对金盛新的决定很是赞同 他们虽然是世家子弟 而且强控霸道惯了 但手里的零花钱其实并不是很多 或许对一般人家已经是相当庞大的数字 但对他们自己来说 却仍是经常有些捉襟见肘 此刻好运的碰到真有才 这个超级有钱人 而且还是超级败家子 那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一般的美式 毕竟人傻钱多的货色 那是很十分难以碰到的 所以金盛新等人的态度 马上就来个180度大转弯 不就是被人吼一嗓子吗 多大点事啊 这回呢也就是来找场子找面子而已 要是因为这一嗓子能换来几百万几千万 甚至几个亿 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金公子的口气立马就变了 输给你钱 你那是白日做梦 现在大白天的确实是做白日梦的好时候啊 等到了晚上你没有白日梦可做了 估计是你输给本公子的可能性更大点吧 得 立刻就按照楚阳的剧本来演 你说楚阳的运气到底是好呢 还是好呢 还是好呢 楚阳心中一乐 狂妄万壮的哈哈大笑 尽显超级败家子的德行 哈哈我会输给你 我做白日梦 要是之前嘛 还有些许可能 可是现在老子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灵兽了 超级无敌灵兽 哈哈哈哈 看看啊 说着拍了拍虎哥脑袋 就凭我的新伙计 今后我只会赢钱 不会输钱 有虎无敌 虎哥很惬意的喉咙里头呼噜一声 表示这句话虎哥我爱听 好一个有虎无敌 就冲这句话 这个大哥还是很有眼光和见识的 一瞬间 对面的人也已经看清楚楚阳的灵兽 刹那间哄堂大笑 要说虎哥这个硕大的存在 在场中人只要是灵兽交易场的常客 几乎就没有不知道的 还有虎无敌 貌似这家伙也就比猫强一点吧 还是因为那个体型 要是只看他那个懒劲 怕是连小猫都打不过吧 既然真公子叫阵 本公子就如你所愿 给你赌上一把 金盛新哈哈大笑 就在今天晚上 哈哈 灵兽博弈场 就让你这头灵兽上场 只要你赢了 你吼我那句的事情 一笔勾销 楚阳不屑的说道 呸 哪那么便宜的事 老子吼你是看得起你 你也好意思拿来当赌注啊 真是没见过世面 赌啊 那就真刀真枪的上 你当给我家家呢 好 要是我输了 我给钱 不就是钱吗 本公子有的事 楚阳心中安乐 那赌注下多少啊 赌注太少了 本少爷可没兴趣 那你说多少 金盛新的心中更加兴奋 说吧 说吧 不怕赌注大 就怕你不赌 越多越好 赌的越大越好 本少爷这次要发了 老子今天得了虎哥 有虎无敌 胜券在握 最少也得一百 紫霞币 哈哈哈哈 好 金盛新刚说了好 顿时就压火 一百紫霞币 貌似不起眼 可是换算过来 那就是整整的一百亿水云币啊 就为了赌上一场 这是不是有些太多了 金盛新虽然是金家的五公子 可这么大一笔钱 单凭他自己还真就拿不出来 怎么的 不敢赌啊 哈哈 既然如此 我不奉陪了 想好了啊 晚上可以到灵售博弈场找我 大笑声中 楚阳带着虎哥 一人一兽 都是龙行虎步 分开众人离去 悠悠之间 一点貌似微弱 却有很清晰的声音传过来 呸 我当什么世家公子 那么嚣张 连那么点小钱都拿不出来啊 浪费老子时间了 算了 不是什么人都能和老子这样的 走了虎哥 咱们去养精蓄锐 以最好的状态 迎接未来的无数大战 身后众人看着楚阳和虎哥 都是一阵的眼中喷火 就凭这只垃圾灵兽 任何一头灵兽都能赢你 可问题就是 没有那么多钱做赌注啊 这个混蛋的真有才 今天怎么学经了 真是他娘的了 明明是天降横财 却没有那捞钱的耙子 围观众人一阵的郁闷 金武哥 要是你造不了主 咱们可以一起凑出这笔钱来 一边的吴家公子 吴修身急忙凑上来 就是就是我们三个凑 一旁的李家公子也是挥舞拳头 说什么也不能让人看扁了 尤其还是个爆发户啊 哼 金圣心脸色阴沉 不用不用了 我谢谢大家仗义 但是我自己一个人 收拾他足够了 免得让大家担风险啊 敢看不起我 简直是他娘的找死呢 本公子这次不让他赌得倾家荡产 也不用在这子压成混乱 说着貌似怒气冲冲的拂袖而去 剩下两人同时催了一声 装什么笔啊 你压得想独吞就想独吞吧 偏偏还要装出那么一副 大义凛然的德行 居然还担心我们担风险 你压得有这么好心肠吗 第1564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